大家好,我是老王 我们家这个小狗今天是第15天了 15天呢,你看他的眼睛睁开了 很可爱是不是 之前我养过一只小狗 那只小狗就不幸腰折了 第二只呢,我就有经验了 小狗啊,给他喂餐的时候 一定是要让他自己吸 他能吃多少就吃多少 不要强行的给他喂 再一个呢,就是要勤喂 勤撒尿 每次在喂餐之前呢,都给他排一下遍 就是小狗如果生病了呀 可以适当的给他给点药 就是一定是要用那种小儿的 就是婴儿的那种药 给他就是减更加更加少量 一点点就可以了 好比他感冒了,咱们可以喂 安分黄纳米颗粒 一点点,如果是发烧了呢 咱们也可以给上 一点点一点点的这个 退烧药,生病了 就是比如说我们 判断不了他是不是就是腔奶了 肺部有什么感染 咱们还可以再给上一点点的 阿末西林 量呢,一定要掌握好事 非常非常少量的一点点 我们家这只小狗啊 前面生病了 因为在十天的时候 我由于不懂 然后给他洗澡了 这是我犯的一个很大的错误 我给他浑身洗了个澡 然后洗完以后呢 那个小狗情况就不是太好了 第二天就开始 整个就瘫软了 然后我感觉应该是生病了 是不是细菌感染 咱们不知道啊 然后当时就看到他可能流一点 流一点清鼻涕 然后就浑身的发烧 很烫很烫 小肚子那儿很烫 然后我也是没办法 然后给他喂了这个感冒的药 摻到奶里喂的 然后又给了一点消炎的 还就是在烧得很厉害的时候 还给了一点退烧的 连续给药给了一天吧 这小狗就过来了 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 也是特别奇迹般的就过来了 病情得到了好转 然后到了第三天的时候 他基本上就是 变得比以前还能吃 精神呀各方面都好了很多 然后身体也不发烧了 你看现在就是 就是得哪都啃 吃饭吃得很好 肚子吃得圆鼓鼓的 每天我们大概都要喂 十次左右 然后排便呢 可能还要更多一点 一天排一次大便 不让他憋 两天没排呢 我们就得用点开三路 一点点 然后用小牙签 给他弄到屁眼里 这样的话就方便他排 但是这个药不能常用 跟人是一样的 一定就是说他在 实在是解不出来的时候 才用一点 我之所以给他用这个开三路呢 是因为他在生病的这三天 一直在吃药 然后没有拉爸爸 然后可能会很干吧 一直在肚子里憋得好大 然后怎么弄他也解不出来 最后就帮他用了点开三路 效果还是挺好的 这么小的小狗 养起来呀 非常的费心思 但是我觉得只要是你的耐心足够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应该是可以把他养大的 你看我们现在15天 连小眼睛都睁开了 每天呀 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我今天分享的这个内容呢 希望对养小宠吴的朋友有用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小狗就关注吧 另外呢 我们家这个小狗狗还没有起名字 如果有什么好名字的话 请朋友们发在留言区 非常感谢有爱心的朋友 对我们小狗狗的关注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次再聊 拜拜